好,大家好,今天我们会是另一个项目的记者 分享的,我们今天很开心的可以邀请到我们另一位 Happy项目,就是PRISM Group那边的Chris Yu 他是Finance Manager来的,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过往这段时间 用NestSuite的一些心得,或者跟我们作为我们项目的一些心得 Chris,很欢迎你,也很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这个叫做分享的 各位好,我是Chris,PRISM Group 好,一开始或者Chris是否介意和我们分享一下 或者介绍一下你公司的背景或者业务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呢 好,其实我们公司最主要的业务就是做这个数码营销 就是数码券销 基本上大致上的项目最主要是帮客人做一些社交媒体的管理 也会提供一些合作的社交媒体 也会提供一些合作的社交媒体 意思是包括可能帮客人做一些社交媒体 可能再和他们做一些CRM 或者一些Wallure System的项目 基本上最主要是这两个 其实随之外我们都会和客人做一些科技项目的 比如简单来说可能是 比如Wending machine 帮客人在一些shopping mall那里设置一些 可能他们有时候走 mall都会看到的 或者是很大的机器 可能帮客人换一下signier 那其实如果高阶一点的话 其实我们都会提供一些 augmented reality virtual reality 或者是AI 是的 data and knowledge 这一方面的服务 OK 大致上都是做很多不同的广泛性的业务 那其实可能你们主要的市场 或者主要的客户 其实可能是来自哪一个部分 或者是哪一个是世界性 还是主要是在香港这个地区 其实现在到这个时刻 我们的市场最主要都是在香港那里 但是客人来说 大部分都会在一些比较公司 就是比较大的公司 例如Loreal 又或者雪雪道 汇丰这一类型的公司 嗯 明白 主要是一些大型的公司 他们都会用你们的服务 那其实可能我们要带过去一点点 可能是带过去2018年的时候 其实当时就叫做 找着一些解析 或者找着一个系统去帮忙 那有没有说其实当时是有什么 有因或者有什么原因 驱使你那时候做你的动作呢 嗯 其实公司本身呢 在SO或者invising system那边 其实我们本身 iq部门都已经写了一套程式 是比我们自己用的了 那问题就是说 在finance那方面呢 其实他们当初还在沿用 一个比较stand alone的 会计程式 例如MLB P3D等类型 比较规模小的程式 那第一就是 两个系统是 不互通的那些资料 那变成很多时候 都要浪费时间 将我们自己本身的系统 用人手输入回去 那个会计系统那里 那当中当然会牵涉到时间 和很多错误会出现 另外一方面就是 那一类型的系统呢 它其实本身给到 我们那些报表的资料 就不是那么足够的 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 那基于这两个原因 我们就想输入一个 一个比较大量的ERP行动 可以帮到我们 我也明白的 其实那时候 可能主要用一些 相对来说 当下一开始用到的 一些软件 会计的软件 但是可能随着公司的发展 也希望有多一些 在finance那边 可能有一些统一到的报表 令到你们都在现时看到 对吗 是的 那时候 我们就找了我们 叫做 应该有找个同类型 可能有找个不同的解决 那其实当时 会不会有些什么 叫做 选择选择 一些正确去选择 一些系统 其实你们心里面 有没有 可能有些需要 希望能够到这样的 嗯 其实我想其一 就是和你们很多 其他客户的想法都一样 都是想说一套 软件基础的系统 最主要是因为想省下 那些统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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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另外一方面 我们都会考虑到 因为好像刚才我提到 我们本身公司 都有一套 应该性系统 是自己写 给自己用 那都想找一个系统 我们可以 能够比较大 可以和我们本身的系统 做一个统一项 嗯 明白 主要可能都是希望 用一个 cloud solution 就是便想省下一些 infrastructure 的一些 cost 或者未来的 一些 maintenance cost 那还有另外 就是可能都要有一个 open API 或者一个统一项 是一个弹性度 去令到你可以用回自己 一些 in-house 已经在用的 那又做到中间的统一项 那所以最后可能选过其他 就是考虑过其他之后 都希望 都选择了Nest Street 去帮忙 好了 那或者我们要讲一下 少少使用的生活历程 那最后都选择了Nest Street 去帮忙 就是处理业务方面 那可能是 或者问回你 作为一个用家 其实用之前 和用之后 就是用了你的 system 这个 solution 之后 其实为你带来的一些 叫做 为你的 可能一些 operation 带来了些什么 转变呢 或者其实 哪一方面 其实你觉得 其实它帮助我很多 最有用 这样的呢 嗯 在operation层面来说 我想最主要首先 就是第一 刚才提到 Nest Street 可以给到一个capacity 给我们做个integration 那这个呢 对于我们会计局来说 就是相当之大的 就是得益的 那第一刻 就有很多时间 我们不需要再人手 去input一些data between两个system 其次就是 那个创业都少了很多 第二就是 Nest Street 本身的reporting 那方面 其实 那个功能 我觉得是比较完善一点 尤其是 关于consultation那方面 因为我们公司本身 都有其他的业务 和其他的支撑市 所以在consultation data report 那方面 他们给到我们的 方便都挺大 除此以外 我觉得 它的real time 它可以给到我们 给到我们的management 我们的blog manager 他们 因为很多时候 他们都会travel 那其实当中 Nest Street 可以给到他们的 就是real time的insight 让他们可以 很快地update到 公司本身的资料 那另外有一点 我也想再特别highlight 就是 Nest Street 其实本身的searching 那个功能 对用户来说 是比较方便的 就是传统那些 可能你需要去到 某个module 你才可以search 到里面的 那些document 或者那些data 但是在Nest Street 那里 它的searching功能 就比较简单 我只需要在那个search 里打一些key words 所以其实 它已经可以帮我 找到很多相关的资料出来 那我觉得这个是 comparative 其他的ERP 是比较 比较 比较 嗯 明白 可能是很多时候 就是刚才看到 就是一些 console 一些report 就是那些data 就是我们现在 这个时代 是怎么用data 都很重要 那所以都很开心 如果用了系统之后 其实都为你们 带来做一些 有用的data 令到你们之后 业务的发展都有用的 那另外啦 就是可能现在 我想现在 可能现在深刻一点的 一个access 是mobile access 对你们来说 我想都有帮助的 现在大家都work from home 或者真的 未必可以 在office 里做事 那其实 可能有一些器材 可以帮助你们 是 无论你们在旅行 也好 或者是一些 但是现在 未必真的在 安装office 其实都可以做到 那我觉得这方面 都 现在很重要 就是可能 现在对你们来说 有一个cloud的solution 相对来说 你们 operation方面 都可能方便少少啦 那刚才也有提过 可能在一些search方面 就是可以很快的帮你 我可能有个客户的信息 或者有些information 就是不是一些很完整 或者是一些很散乱的 那你都可以在系统里 找回你需要的资料 那也很高兴帮助到你 帮助到你 帮助到你 或者令到你的生活 可以开心 开心一点 令到整件事都没有 那么反复 是的 那其实 现在这个project 刚才有提到 由2018年开始 到现在 到两年多了 那其实 这个project的 经验 或者是一个用户 有没有 一些心得 或者感受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我想最主要是 在这个project当中 其实intro都给到很大的帮忙 他们都会 那些同事都会 step by step 调整我们 本身 在这个project当中 面对的问题 以及 帮我们解决到那些群绕 其次之外 其实本身的系统 它都很支持 给到我们的同事很容易 去pick up到一个 就是有一个旧的系统 去转用一个新的系统 这个过程 其实 都是比较轻松的 其实 以我们的经验来说 当然 刚才这么说 Next Week 本身是一个很方便的 尤其是 我觉得在UR US那方面 它们实际得比较好的 因为本身 我们以前用很多的资料 其实都很having rely on 用这些spreadsheet 就是用一些Excel 去keep着一些资料 和砌一些report 但是相对来说 在这个project的过程当中 其实 我们的转变就是 我们用少了很多 Excel这方面的 副作工具 其实很多资料 都可以centralize 在同一个database 大家可以centralize 那这方面 亦都会 对我们自己本身 内部的沟通 甚至乎 Fatparty 去看我们的资料 看我们的数据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centralize 就会比较统一一点 嗯嗯嗯 我想是 刚才所说的 一些资料的完整性 也很重要 如果不是 当你出现了一些 不同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不知道 有点无所适从 究竟我跟哪边好 大家在同一个系统方面 做事都会方便一点 相对来说 中间的time cost 都省了不少 我想 Crystal很明白 时间就是今次 这件事 都很好理解到这件事 是啊 你上手做 很麻烦 很多东西都 不 如果无限 就是可能 可能出现了一些 资料的问题 其实都要重复一下 我想 同事又会不开心 就是要看这么多一次 那 所以 我想要报告 也未必可以即时看到的时候 我想相对来说 就会无限延迟 所以 是一个team 大家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部份 多谢你的分享 最后 也很多谢你选择了intro 做你的solution partner 其实 会不会有些tips 可能心得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 选择一个solution partner 当初你有些什么 可能选择的因素 或者会不会 其实都有一些 叫做justification 要撇到 要迎合到你的 那你才会选择 他会不会都可以分享一下 这方面的心得呢 那我想 其实 如果当这间公司 他们需要一个 IC partner 或者一个solution partner 的话 其实第一 最主要就是 reliable 他们公司 提供那种服务的 可能性 和他们的稳定性 其次就是他们 可不可以present 一个professional的image 和他们的 quality 就是服务的质素 是不是比较 轻人专业 那我觉得 基本上intro 都是我 首算的一间公司 就是abist moment 来说 那还有 最主要是 在过程 就是在这两年的 project run这个project 的过程当中 都会感受得到 他们的经验 对match的经验 和 愿意去领达客人的 要求 和业务 好 多谢你 很多谢你的会长 那我都 consultant同事 或者我们的组织 都希望 带到一个 happy experience 给我们的客人 那另外 最后 最后一个问题 那都 prism group 其实在行内 就是digital marketing 这个行内 其实都是一个 leaders 那其实都分享一下 一些 未来会不会有些 什么 叫做大计 或者其实 so far 你们的成功指导 是怎样的呢 或者分享一下 对他们来说 就是可能现在 业界一些digital marketing 公司 其实对他们来说 其实一个system 是有什么重要呢 介不介意 分享一下 就是你们公司 有些成功指导 或者经验之谈 谢谢 如果再说 关于业务那方面 其实 那个success point 其中一个就是 我们的block vendor 他们本身都涉及很多行业的 专业知识 在这方面 对公司的发展 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at least network 就是 business networking 那方面 我们是比较降伏 而且就是 我们除了去做 提供一些 市场推广的服务之外 其实我们本身都会 cross over 很多的IP的元素下去 那这件事是会比较 在今时的新闻来说 我觉得是比较吸引的 对我们的客户 那未来 我们公司的发展 最主要都会是 希望可以进入香港 那其实事实上 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已经在加坡 和大陆设置了 给公司的了 那当然 这个也是 都可以提一提 在这方面 都有很大的帮助 at least 我们可以 在不同的国家 都很简单 这样就可以 设置到一个 计划系统 给他们去做 而且是很快速 可以设置到他们 那也很多 很开心 可以 配合到你们的发展 虽然说 现在可能 因为这个 疫症的关系 其实可能 很多 就是 很多行业都受影响 都很高兴 就是 是一个客户 是我们的伙伴 那样 我们都见到你的 增加的 那都很多谢你的分享 那也都希望你 之后的业务 真正日上 那希望都可以继续 是我们的 快乐客户 那多谢你 Kris今天和我们 这个很简单 但是又 多谢分享你的心得 多谢你 Kris 不用客气